7月6号安省发了一个TechDraw TechDraw的邀请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目前在从事科技技术工作职位的 有意向来移居将来定居安省 只要是有本科以上的学位 语言达到CLB7英语 从事科技行业的申请人来说的话 发出了这个TechDraw的邀请 分数是475分 这个有意思的点是 一亿的话是486分 那这边是485分 这当然不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以往来说 各个省的这个像安省省提名的这个邀请 他如果邀请这个类别 他一定是会比一亿的分数低一份 因为他要邀请到的是 上一次一亿没有邀请到的人 那可以理解 所以是发出了748份邀请 又要走了一批这个一亿的 有之于将来定居安省的 并且在安省生活和工作的申请人 其实从各个省的层面 包括像联邦的层面 目前都是这个态度 如果是从事科技技工 医护护理 这些加安大需要的行业 不管你是走省提名 还是走一亿联邦的政策 你是一定会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在从事这些行业的 或者是公众的朋友 那就非常的信任 如果想来移民加安大的话 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如果你不是恰巧从事这些行业的 我觉得其实两个方向 第一就是提高自己的综合竞争力了 第二的话就是看看将来 可不可以比如说弯道超车 我们说转行 然后来去从事这些 所谓现在加安大或者安省紧缺的行业 其实有的行业 因为并不是那么的难 有的行业的技术门槛 也不是那么的高 最近真的是有不少的政策 这周的话香港救生艇计划了 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就是香港居民的特殊通道 这样的一个政策 它其实也是对于这个政策 做了一些修改 对于移民的政策的Stream B 就是需要加安大境内工作经验的 这个通道的话 它免除了学历的要求 并不要求任何的中等以上的学历了 这其实影响非常大的 只要是拿到工签来加安大境内工作一年 你都有机会 当然语言要够 但是不需要学历的要求了 变相来讲的话 对于很多可能学历相对来说 一直没有达到这一块的要求的申请人来说 一下就变得非常非常有优势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看出 加安大现在还是缺人的 但是它缺的是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的职位或者是工种 或者来自地区的申请人 还是能看出来的 您好 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 没问题